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 今天呢,繼續我們的SD防禦啦 我們又回來了,我們這個系列呢 又要拍好多好多集啦,各位 上一集有講過嘛,我們久久沒有回來拍了 那個作者改善之後一回來拍,不得了啊 29隻沒有玩過啊 真的是要拍到爛掉了 不過沒關係,我們就一步一腳印 慢慢來把它給拍完好不好 那老頭已經整理好了齁 大概就是每一集拍什麼,就差不多是那樣子 我來看一下我的筆記本 我們這一集呢,來拍一個 激光槍攝影師 這一隻啦,這一隻我原本以為我以前有拍過,你知道嗎 結果呢,我去看了一下我以前的影片 這一隻完全沒摸到,而且這一隻是什麼時候出來的我也不知道 然後呢,他是爆炸傷害 然後要價多少錢? 8000C很便宜 啊,算是一個新手角色吧 新手單位吧,把它裝備上去看一下 然後再來第二隻是我們的 升級版的機甲攝影師 啊,這一隻 啊,這一隻 啊,那個時候我也以為這一隻我有拍過 啊,結果不是 我們拍的是這一隻 啊,機甲攝影師 啊,下面這一隻是升級版的 然後看起來好像 狂暴化了 我可以直接叫他狂暴機甲攝影師嗎? 感覺更符合他的這個 樣子,你不覺得嗎? 紅色,紅色的那個閃電這樣 啊,然後你看他的傷害爆表 射擊率 射擊率 射擊率啊,也是很高啊 射程跟費用也是很高這樣子 然後這一隻是要價95000C OK,把它裝上去 我們今天就看這兩隻就好了 好不好 就是一個小短編輯這樣 好啦,那一樣喔 不多說啦 我們馬上來進入我們的第四章 欸,我覺得之後的那個單位實測都會是這一張耶 啊,沒辦法 就這一張場地最好用啊 不然沒別的場地了 啊,你說是不是 好啦 馬上開始了 還蠻快的,一下就進來了 為什麼 之前都要等超久 現在一下就進來了 來,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在哪裡 我們直接這邊放了吧,好不好 直接這邊放了 哎,等一下啦 我還沒有放我的單位 我們先放一下這一隻啦 好不好 來 開放 哦,這個激光 聽起來很舒服 而且又 而且而且沒有很吵 之前的那個超級吵那個雷射的聲音 啾啾啾,而且他可以直接對空哦 這個傢伙直接對空哦 哎,可以耶 但是 哎,隱藏單位他也可以 他也可以 他也可以射啊 而且好像快要撐不住了是吧 我們現在來升級一下 來,升上去一千六 啊,好像戴耳機了是不是 哎,等我一下啦 兄弟 你這麼快是要幹嘛 投胎嗎 啊,他要去投胎是不是 跑這麼快這樣子都不等人的 啊,戴上耳機了嘛對不對 啊,直接被擋住 這個角度很難巧耶 OK 那我們再花個四千七 啊,哎,他這上面寫AOE 所以這個等離子噴射器 他是有AOE的啊 啊,升級看一下 有沒有多新的招式 外觀好像沒啥改變 啊,一樣都是雷射 但是傷害呢,變成200 秒傷200啦 一秒打200滴 好,那我們再升上去看一下好了 升上去 升 升了之後外觀有變怎樣嗎 好像也沒啥變的樣子 有沒有多技能 沒有 這個八千C的單位就很普通啊 秒傷是400啊 傷害有變高 啊,還不錯啦 他這隻700塊就可以放出來了 所以說我覺得 新手買這一隻的話 其實也算不錯 多一個單位可以輸出 啊,當然是不比我們那個0元的升級版銀色相機啊 啊,那一隻真的是比較強 啊,有了那一隻 我覺得這一隻應該可以省了吧 對啊,我們再花個1萬7啊 把他升上去 一樣沒有技能 他最大的就這樣沒有技能 然後只是 鏡頭發紅光就最終形態了是吧 哎 然後連這個都射不死 真的是搞笑了這樣子 啊,把他射死,把他射死 好,射死了射死了 OK,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狂暴版本的機甲攝影師 來看一下 啊,看起來好像差不多耶 哎,我是不是應該要帶 衛生級版的來比較一下 對啊 我覺得我們重新來好了啦 我去把那個衛生級版帶進來玩一下好了 好不好,待會回來 OK,我們又進來了 我看一下吼,衛生級版的長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升級版本的 哎 哎,你這個顏色怎麼不見啊 哈囉 你確定你這隻顏色是長這樣子的嗎 完蛋了,這壞掉了吧 哎,他一放出來真的長這樣子啊 好,這個顏色怎麼這樣子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我電腦的問題吧 那你可雷 那你可雷 最終階段了 好吧,算了 他粉紅色的 粉紅加白色,有點吵 我覺得這應該是伺服器的問題吧 我覺得這應該是伺服器的問題吧 你自己看他下面的圖 不是長這樣子的啊 應該是他這個圖片長這個樣子才對啊 啊,我們放一下狂暴版的 你看這個顏色才對嘛 發生什麼事情了 而且 一隻是6000,一隻是11000啊 這個是11000 啊,這個是11000 然後我們把這個賣掉好了 賣錯了,抱歉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隻 這一隻的話呢 他的秒傷是8000啊 不能打隱藏單位 然後呢 攻擊的角度有360 所以他一開始是可以墮地是不是 來,放這裡 哇,這裡不能放 那你 那我放這裡 這隻賣掉好了 來,你給我過來 踩他 哇 嘿嘿嘿 還紅色的光耶,這樣子 啊 踩他 不能打空中 不能打空中就交給他了 來 你們就在這邊幫我打空中就好了 啊,360這樣子啊 1秒880啊 還可以擊退這樣子啊 啊,然後再來就是 我看一下啊 升級之後要花多少錢 又被擋住了 啊,這個是花25000是不是 還是27000 27000升上去 這個裝備應該會裝上去吧 有了,多了一隻手臂了 哇 灰刀嗎 太奇怪了吧 各位看一下 他手上的這一把 這一把 這個算是 繡劍嗎 啊,那個 刺客教條裡面的繡劍 對啊,怎麼那麼短 然後他攻擊的時候 那個 灰的那個 距離很長 很不符合邏輯 你不覺得嗎 所以他是用劍器在攻擊 是不是 他是用劍器在攻擊 好喔 那就用劍器在攻擊吧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升到後面 啊,他那個踩踏 已經變成1000傷害了 啊,然後呢 這個刀的攻擊呢 是秒傷750啊 欸 不能打空 啊,一樣是不能打空 這個單位怎麼這樣子啊 都不能打空的是吧 OK,那我們再花五萬六身上去 兩隻手臂了 喔 AKS斬 有點帥 怎麼覺得有點帥啊 哈哈哈哈 哇 那麼帥氣是嗎 喔 唉唷唉唷 把這個玩砍死這樣子 哇,直接砍死耶 哇,太酷了吧 這個傷害秒傷1500啊 再花個19萬五 唉唷我剛剛忘記看多少錢 多少錢升級了 唉 剛開始兩萬七嘛 再來是五萬六嘛 OK 啊,再來是五萬六 那接下來 接下來是19萬五啊 升級 喔 後面多了一個 後面上面多了一個機器手臂耶 哇 然後會有火焰槍攻擊 然後這是什麼 smash double smash 反正就是 雙 雙地崩就對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動作 唉火焰槍火焰槍 火焰槍 他的火焰槍應該也是有燃燒傷害吧 沒有 他的火焰槍就是單純的秒傷 5000 然後沒有燃燒傷害 你一個火槍沒有燃燒傷害 那也是蠻奇怪的啊 對啊 還是我看錯啦 沒有沒看錯啊 對啊 哇 哇 那最後升級了 八十三萬五 唉這有點貴哦 來看一下八十三萬五 那個外觀長什麼樣子啊 升級 哇 很帥耶 哇 這是進入了暴走模式的這樣子嗎 我看一下他多什麼 他多了一個這個什麼 多了這個雷射器 秒傷是多少秒傷是兩萬耶 啊這個終於可以打空了啦 這個終於可以打空了 也可以偵測影影型單位了 啊來看一下 哦這個還有雙火斬 那是火斬哦 火焰斬擊哦 我以為他是噴火器呢 來看一下 哇好大 哇 這個是鹽之呼吸吧 火之呼吸 鹽之呼吸第二型 亂斬一通 哈哈哈哈 老頭不要亂講好嗎 笑死耶 這很酷耶 開個四倍看一下 然後這總共可以放幾隻啊 好吵哦 有點吵 感覺很吵就是了 哇直接不見 我先設定自動最大單位好了 他最多只能三隻啊 哇呦 那這個咧 這個就是射 這個就只是射而已啊 然後這個顏色不知道為什麼 拉差了 啊最多這可以幾隻 這個一樣也是三隻這樣子 啊我已經成四倍了 怎麼感覺還是射的很慢啊 是我的錯覺嗎 啊有了有變快有變快了 哦哦好大聲好大聲 好大聲 這個傷害我看一下兩萬秒傷 哎我覺得這個傷害打不了最後一關哦 我覺得這傷害打不了最後一關哦 所以呢我覺得我們還是撤了吧 哎大概就是這樣我們還是先撤吧 就先這樣吧我們先回去吧 好啦各位我已經回來了齁 那剛剛測了這兩隻 我不知道各位覺得如何齁 我自己是覺得很帥呢 那隻狂暴機甲 攝影師我還蠻喜歡的 不過很可惜啊他的傷害就 沒有到很優 後面那種血量幾幾千萬幾百萬的 可能就派不上用場啊 哎呀這一隻呢 啊造價是要九萬五千啊 放出來是一萬一啊 然後這放出來是六千還是七千忘記了 他這個到底有沒有標好 我記得這隻好像是七千啊 啊算了不管了 好啦反正反正總之呢就是這個樣子哦 今天的測試先到這邊結束啦 那其他測試就要留到下一集了好不好 感謝各位今天收看啦 一樣如果喜歡這個系列別忘記按下影片下方的喜歡 以及訂閱加小鈴鐺 並且呢在影片下方留言說出你的看法好不好 多多支持老頭 感謝各位的支持好不好今天先到這啦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sd方 遇再見了 下一集再見 拜拜